大家好 把这个土工国发生在6月22号的 6月22号的几件经济新闻 放在一块说三件 放在一块说 大家心里比较明白目前的情况 第一 继这个广西这边 把这个城管局给撤销之后 今天的最大的新闻 应该是深圳这么一个 中国曾经的前沿的城市 也同样撤销了城管局 那我们都说过 城管这个东西过去是没有的 自古中国就没有城管 是共产党这些年搞起来的 所以当时搞城管的目标 是要把城管培养成一致 这个什么维稳的队伍 确保中国的社会必须要稳定 因为中国的执政的口号 叫做稳定压倒一切 所以城管这几年 那长得非常的快 然后迅速膨胀 成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军队 军队公安 法院检察院之后的 然后一个非常主力的 这么一支准军队 所以城管其实是一个 中共体制下的一个民兵组织 所以城管 他的在一个国家的 或者在一个城市里的 他的权重啊 有的时候跟一个城市的武警部队差不多 他们都是配枪的 所以你想想这个事儿到底有多严重吧 到底有背后有多有深意吗 深圳这个地方城管局给撤销了 当然理由肯定很简单的 没钱了嘛 城管摊子非常的大 但是有人提醒我说 苏小河你不要说是没钱了 共产党没钱有的是办法 是因为城管什么 是因为城管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部门 一方面呢 它又是一个准军事组织 是一个民兵组织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就中国的这个土工高层的军费啊 并没有拨到城管 除了城管局的有几个所谓的 正式编制的人员的财政拨款工资以外 其他的军费一分钱都没拨到城管 所以城管它的存在是个非常的搞笑的存在 你有这么大的摊子 你必须要搞钱 要自己养自己 你靠财政拨款 就那么点钱不多 然后呢 你如果军队给你拨款 或者说你把你列入到军费开支的这个行当里面 那你城管的日子好过了 但是他并没有进入军费开支的行业 所以城管必须要每一天要抢很多钱 他才能维持他这么一个组织 这么一个机构的运营 才能养活他们那帮那帮那帮狗腿子 那帮穿着黑皮的那帮坏东西 是吧 现在深圳的经济不好了 街道上没什么人可以抢了 没什么生意可以做了 大量的店铺都关门了 大量的人都离开深圳了 深圳的房价曾经一平米卖到高达14万人民币的房子 现在卖多少钱 4万都不到了 39000多 你想想 这是等于是就 就是垃圾了呗 扔了呗 是不是 这个城市的经济就基本上就断掉了呗 那断掉了有些靠这个城市来养活自己的那些部门 当然就撤销了咯 就那么简单 中国有句老话叫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靠城市吃城市 靠街道吃街道 是吧 靠下水道吃下水道 靠厕所吃厕所 城管这个机构的存在是靠城市 靠街道那养活他们的 经济不好就没了 所以我北京的朋友告诉我 城管局撤销是一个地方行为 跟中共高层没关系 养不活自己了 高层睁一只眼闭着眼 不管 为什么不管呢 是因为这个城管这个机构 它不影响中央财政的运营 它不影响中央的军费开支的运营 所以它睁一只眼闭着眼 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它告诉我说 这个城管局接下来会 在很多个城市都会撤销 当你有一天听说 到了这个上海北京的这样的城管 也已经撤销的时候 共产党的这个江山就快垮了 很有意思的 是因为大家习惯了有城管的生活 如果城管没有了 街上估计就乱套了 打砸抢各种东西就起来了 那整个中国就好玩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第二个新闻 也是一个经济新闻 就很有意思 那发生在牛逼轰轰的上海 上海的交警呢 也是庞大的摊子 我告诉你 交警这个东西也是 也是你不了解中共的财政 这个拨款的制度 交警这个东西 它也只是有财政的拨款 它没有军费的开支 但是你要知道交警这个东西 它应该是有一个国防开支的 有一些个预算的 有一些个军费预算的 没有 所以交警也必须要自己 通过在街道上抢钱 也是一个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靠街吃街 靠地购油吃地购油 靠厕所吃厕所的这么一个组织 所以拼命的罚款 这就是中国的交警 穷凶极恶的原因 是吧 财政罚款不足 养的人太多 他最后没办法 只能靠罚款来养活自己 所以如果经济好的时候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无所谓 我手上有的是钱 你发我一百两百的 我眼睛都不太眨一下 是不是 但是没钱了以后就麻烦了 所以交警从上个星期开始 对这个骑自行车的 脚踏车的这几个人群 开始罚款 你说骑个脚踏车 你又罚我的款 你什么理由呢 是不是 那理由多了 你骑脚踏车 你带有帽子呀 是不是 带个帽子 带有这个呼吸呀 带要穿一双这个鞋子呀 设备不齐全 影响你的安全罚款 还有骑脚踏车 你不能超速啊 说每小时 他有测速 自行的测速 超过18公里 罚款200赶紧交 还有骑自行车 有的时候等红灯 可能也没那么规矩 闯灯 闯红灯 还有骑自行车 你不是撞人了 是不是 一不小心撞人了 骑自行车 一小时 10公里 撞一个人 没多大个区别 没多大个事 是大家说声对不起 这事不就完了吗 事儿 你们俩事儿完了 完了啊 但是这个什么 但是警察就交警 就没得完 赶紧扑过去 对这个骑自行 脚踏车的人 进行罚款 那一个月也罚不少钱呢 所以你知道吗 共产党的这些个部门 一个一个的啊 都穷疯了 所以呢 生活在中国的人 你要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 接下来要对走路的人罚款 闯红灯的 是吧 不走人心道的 立项行驶的 各种 各种情况 一定有交警 第一时间杀到 找你收钱 哪怕是罚你20块钱也行啊 罚你50块钱 20块钱 罚5块钱也行啊 是吧 房在男子里都是柴呀 是不是 土工中国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政府部门 所谓的这个什么地方 地方经济 就穷成这样 那第三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了 第三个新闻是土工中国的股市啊 折腾了半天 习主席亲自领导 亲自部署的股市 又他奶奶跌回去了啊 跌回去了 一夜之间又跌回 3000点以下了 搞了半天 啥都没出现 是不是 完了以后这个什么 哎呦 这个股市算是没法没法骗人的 你想想中国的两大神器 一个股市 一个楼市都不行 你说这个经济怎么玩吗 但没办法玩 其实还有好多这样的新闻啊 还有好多这样的新闻 我们一起说个透啊 就是你能够把中国的这些个事情呢 你看的是清清楚楚 然后我就劝你一句话 现金为王 看好手上哪点钱 完了以后安静度日啊 不要作 不要作 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新闻都是大新闻 深圳这么大一个现代化的都是没城管了 上海的这么一个现代化的最牛逼的城市 居然要发自行车 骑自行车人的钱 中国的股市 A股又重新回到3000点以下 这是不是大的 现在还有很多个不那么大的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省国道 不是高速公路啊 国道省道甚至县道 又开始把收费战略架起来了 又开始乱收费了 你年纪轻的人 你不知道 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 对中国的公路乱收费现象 进行了一个地毯式的清查 我当时在做公务员呢 抓了好多人 所以后来你在一般的省道 在一般的国道 你是看不到收费的啊 只有在高速公路上面才有收费战 其他的所有的收费战都一夜之间都取消了 现在又死灰复燃了 为什么呀 没钱了呀 没钱了 地方政府没钱了 你不要有这些钱收上去是几个官员拿掉的 不是的 都是冲到地方财政里面 是吧 所以你你就知道这个 哎呀 像我这种有点经验的人 我真是感觉到是非常的陌生的消息 就崩的一下来到我的眼前 我觉得一下子我都没适应过来 居然省道国道 又开始收费了 你知道什么叫国道吗 就是他几零几 是吧 就206 308 208就这些个国道是国家投资修的 但是他是慢速的公路 这个就是双向的这个单车道 就是买一条车道去一条车道 然后铺了一点点水泥 或者铺了一点点这个利青 然后是国道 省道呢 有的时候甚至连利青都没铺 只是铺了一点沙子 是吧 还有县道 你估计就凿了一个坑 车子可以过去 那也是有人凿的呀 所以他现在要收费了 过去都不让收费的 所以这些消息特别多 还有就是说什么 这个最近有人捕捉到一个信息啊 从香港这边得到的一个数据 大量的中国的有钱人 蜂拥而出 把自己的资金搞出去 走香港这边 是吧 所以这个叫做富豪加速出逃 通过香港 然后再到新加坡 然后再到全世界 他有这么一个管道 是吧 完了以后这帮人呢 终于就终于不再等了 大把大把的钱都出去了 说有的是动不动就是一个亿 十个亿美金的这样的规模 有的是几千万美金都在送出去 现在土工中央呢 管不住 是吧 因为你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又集权制 你根本就管不住 这样的消息很多啊 我呢 建议大家去关注我刚才说的 三个消息 第一 深圳没有城管了 撤销了 第二 上海开始对这个什么 骑咨询车的人开始罚款了 第三 中国的股市又跌回去了 然后我就劝你一句话 一定看好你手上的存款 现金为王 再说一遍 尝试 你之所以现金为王 你不是什么投资不投资 你这都什么点了 你还投什么资啊 是不是 是我的保命 哪怕一百块钱 三年之后变成了五十块钱 那也是钱呢 是不是 分钱难倒 英雄汉呢 保命要紧呢 不是投资投什么资啊 开什么玩笑 谢谢 谢谢